明明照着网上的家居博主 很用心的做了一些大气的搭配 但是效果是花了钱却又土又蒙 还不如不做 改掉这三种家居搭配显老气的物区 新手也能搭配出大气又年轻的效果来 柜子还是那个柜子 砖也还是那个砖 基础的东西都没有变 但是整体的效果却更加有味道了 第一配色物区 新手老是为了打造温馨感的家 会把全屋每一个东西都选成暖色 像柜子床墙面挂画一个都不放过 结果暖的让人狂躁 不仅不耐看 而且让人极度的不舒服 比起一味的追求暖 其实更重要的是空间的饱满度 所以当你墙面选择暖色 沙发就要用灰色 一个暖一个不暖 综合平衡一下 如果你家是白墙 家具选的是灰色 挂画就要用暖色 比如喀色之类 总之不要只用暖色 要暖色和灰色配合着用 有了饱满度 就等于让空间有了新鲜的血液 就不至于太过于干瘪 包括全部用灰色也是错的 很多人觉得灰色就是雅致 所以全屋全部都用 最后就弄得很冷很枯燥 没有灵气 灰色一定要搭配着黑色和白色 或者艳丽的颜色一起用 深灰色的沙发背景 搭配深灰色的窗帘 休闲也就一定要选择黑色 电视背景也必须选择白色 有灰有白有黑 深深浅浅就比较饱满 沙发再去选一个艳丽的焦糖色 既雅致大气又年轻朝气 看一下对比 前面是把暖色灰色过度使用的样子 后面是搭配着用的效果 空间饱满起来了 是不是变好看了 第二造型误区 墙面只要有空白的地方 全部做满护墙板或者大理石 以为这样做可以尊贵奢华 有品味 其实最后的效果 不仅会压缩空间 显拥挤 还会看起来像老宾馆一样 一点都没有居家的味道 挂画老是想着有两幅画还是三幅画 结果钱花了 挂着还特别土 买家具为了审视 直接配了一整套的 以为会很和谐 其实会特别呆板 很难看 首先不要把每一面墙都做成护墙板 有一些局部重点做就可以了 一定要有大面积的空着 就是简单的素色墙体 有背景会厚重 没有背景才可以轻盈 轻重平衡 就不会太严肃老气 挂画 你不会的就选一幅 放中间或者放一边都会比你的二连画三连画要时尚个性一些 包括现在也不流行做一个对称的框线背景 大家做的都是隔山或者柜子背景墙 原因就是所有对称的布局 都会让人有一种明显的约束感 像传统老旧的思想 你想要有自由灵动年轻感 多去做一些不规则 非对称的造型 第三直线块面的造型太多 没有取瘦薄 像中式美式风格 为什么在我们的观念里就是老气 关键一点就是家具 清一色的直线条中式家具 非常的显刻版 圆古古的美式家具 非常的粗笨显老 包括老一辈装修都喜欢肌肉感很强的家具 总感觉这样的钱花的实在 但实际呢 却丢了品位 整套的木头家具搭配 比如说书桌式正方形直线条的造型 椅子一定要找曲线感的 不想要这种老气横丘的茶式空间 就要学会方曲结合 方形的茶几要搭配曲型的凳子 中式风格要选择这种细边的木头家具 必要的时候还要加入一些曲线型 有方有曲 有粗有细 既稳重又有诗意 肌肉感的沙发面前 把一个细瘦的休闲椅 木讷的木制品装饰面前 要有个别细瘦的茶几和边几 以前没有找到老气的原因 现在受启发了吗 总结一下 不要过分暖 过分灰色 不要过分造型 过分对称 不要过分直线 过分快面 这六个过分 都是同一个美学概念 平衡 就像古人哲学当中的中庸思想 任何事情过犹不及 适可而止 恰到好处才是绝妙搭配 学会了吗 关注有样美学 让家变美不再难 官善 将北